尹氏八卦长 我叫王上志 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中国武术八段 自幼随父习练尹氏八卦长 我父是尹福之子尹玉章之弟子 后拜何忠祺为师 何忠祺是尹福之外孙 尹氏八卦长风格特点 掌形掌法 掌形是四指并拢 拇指内扣 虎口称圆 他的掌形是这样的 他的步行 步行是 要取膝 合膝 走的时候是内直外扣 不大掰大扣 身形 尹氏八卦长 很注意身形的练习 他的身形是 寒胸 尘尖 溜臀 细尘三田 尹氏八卦长 套路多 气节多 在练习时 以基本功训练为主 尹氏八卦长很注重基本功 平时 如同其他武术一样 离不开 马步 公登式 呼虎式 金肌独立式 所以 要求 练马步的时候 是 两个脚尖向前 与肩宽 或者是 嘴巴 一 那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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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前挺后接收滚 这是尹氏报告等的基本功 要求扑虎式 要迈开 左腿 身体 向下 向下 承 这姿势 换 供灯式要求前腿要供 后腿要蹬 要蹬 要蹬 踏腰 这是基本功 还有就是坐虎式 也是走掌基本姿势 基本姿势 两脚并齐 垂肩 牧师前方 我们也叫做无极式 温高仁 不讅 再变舌 到可天堂 你放下 后来 有什么初期的 也是 这么早 如果 有什么突兴 是 温度 身左腿 尹氏八卦掌基本功训练的方法很多 上面所讲的是最基本的训练 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尹氏八卦掌的传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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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由我徒弟玉富山来进行展示尹氏八卦掌推托掌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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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